大家好,这里是TinyFu的胡说八道 我是TinyFu 那么整个四月我没有更新这个频道啊 确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在催更了 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些具体的原因 可能我,就是我在之前去了一趟上海 回来以后呢,因为各种原因吧 我陷入到了一点意欲的情绪里头 我以为本来是可以几天就排解出来的 结果生生的抑郁了一个多月啊 我觉得我今天是排解出来了 所以我又可以工作了 这一个月基本上什么工作都没有做 文章也没怎么写 然后视频也没有更新 代码也没有怎么写 基本上在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 那今天我们先不聊这个 我们今天聊的题目叫 不积雪不躺平 永远向前保持松弛感 当然我上个月不是什么好的例子啊 当然我也不好跟大家讲 我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但是你知道我肯定是有很多我的问题 我们今天先不讲这个 在2016年9月20号的时候 我出版了我生平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技巧》 如何用一年的时间获得十年的经验 今天没法把这本书给你们看啊 因为我家里头都没有这本书了 这本书大概首印是三万册 从2016年到现在终于卖完了 也有三六 2023-207年的时间 把三万册全部卖完了 算是卖得挺一般的 挺一般的 但是出版社还是跟我商量说 要不要再次印刷 那有两种玩法 一种玩法就是完全不变内容 然后直接再用同样的名字 做第二次印刷就好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出新版 出版社跟我商量了一下 他们提的建议是说 其实我这两年公众号写的比较烂 但他们说毕竟有七年 你的公众号还是写了很多新的文章 而且你的心态可能会有变化 能不能干脆就出第二版 就是直接出一本新的书 当然中间肯定还会有 第一版中间的一些书 会有一些重复 但是实际上也会把很多 从2016年上一本书 结集以后的一些文章放进去 然后出版社的朋友们 他们就是工作人员 他们看完了我 2016年到现在的所有文章以后 他们定了一个计划 问我能不能行 我看了看 去掉了上一本书里的一些部分 然后又加了一些新的部分 然后他们说 他们跟我商量 就是说这本书的新的名字叫什么 当然实际上是在蹭一个热点 叫做松弛感 松弛感这个东西 当然是蹭热点 但它也非常符合我自己的理念 因为我上一本书里 其实我上一本书 会出的很大原因 是因为我写过一篇 叫做如何用一年的时间 获得十年的经验 很多人看这个文章的题目的时候 会觉得说 那你不就是一年加了十年的班吗 对吧 但实际上我说的完全不是这样 我说的是说 其实很类似于我们程序员界的 十倍程序员 或者一百倍程序员的概念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很用心 很有方法的去学习的话 或者去工作的话 那么你是有可能在一年 达到某些人干了十年的水平 其实在 特别是在计算机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日新月异 比方说你以前你会一种语言 对吧 比方说在2012 13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移动互联网 刚刚兴起的时候 我经常会跟很多人讲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当时可能在上海 比如可以拿到八千的月薪 但是如果他可以在毕业前的三个月 恶补怎么写IOS程序 因为那个时间点 IOS程序员很少 他只需要恶补三个月 如果他能入门 他起薪就可以变成一万二 就是多四千块钱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呢 甚至他有可能会 特别聪明的孩子 有可能会在刚毕业的时候 就拿到两三万的工资 就是可能就比有些干了 干了五年到十年的人 重的还要多一些 那么 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行业里头 屡见不鲜啊 在我们的行业里头屡见不鲜 当然也有人会反驳 说我干了十年 为什么我的工作从来没涨 那么 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个是我在那个时代 在2015年的时候 我写的文章 我其实也不是文章了 就是我当时做了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 现在也是咱们这个油管频道里头 最火的一个视频之一 也是这个题目 对吧 但是实际上那个演讲的原题目 叫做学习曲线和这个 和hack大脑 但是这个后来被我的朋友总结成 如何用一年的时间获得实验经验 然后在那篇文章写完以后 在我那本书出版以后 其实我一直都在 寻找我自己的人生方向 因为那本书 其实我觉得是聊的一个 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啊 我这个技术指的不是说编程技术 而是说怎么过好人生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就是怎么提高效率 那个是我在当时创业和自己工作的 这么过程中的一个想法 但到了2016年以后 我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因为比方说我们整个社会啊 也在发生很多变化 就比方说当年有人人鸡血的时代 但是可能前两年又开始有了 人人躺平的时代 我自己呢 你也可以理解成某种躺平 我以前都是 我从这个2001年大学毕业以后呢 我在天津的一家电子厂工作 工作了两年半 然后我就跳槽到北京 到北京我的工资就翻了一倍多 在北京我在一家公司 就是造文取星的那家公司 可能有人知道文取星电子词典 年纪稍微大点 人可能还知道 那么我在那家公司干了一年以后呢 我又进了一家叫265的公司 工资大概又翻了一倍左右 然后呢 我从265出来 大概待了一年多出来 我就开始创业了 创业跟货具 我们俩做了一家咨询公司 后来我们又做了一家搜索产品公司 等到我们 就是 融资失败啊 因为遇到了这个08次贷危机 实际上就在09年的时候 我们融到A轮 融A轮的时候失败 我们就 先后进了盛大 盛大呆了一年 我又出来创业 我又拿了一笔投资 又出来创业 又做了五年 然后呢 我又先后进了几家公司 做他们的CTO啊 我也业余做一些这种 就是顾问的活到现在 但是 到了可能18年的时候 我自己经历了一次 非常大的低谷 就是 我身体上有一些小病 然后呢 就出不了门 后来我跟我一个做医疗的朋友 聊 他说你可能出不了门 所以你就晒不着太阳 晒不着太阳 你就缺乏维生素D 然后你也不吃这种维生素片啊 所以你这个维生素D缺乏 也可能会带来一种 异语 当然也有别的原因啊 肯定不光是这一个原因 我有很多原因 反正那一年 那半年吧 是我最痛苦的时候 但那半年出来以后 我就觉得我想通了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为了我是一个程序员 这么一个身份 我在努力啊 我想发财 但是发财了以后 可能是另一个逻辑啊 但是没有发财之前 我总觉得我是个程序员 其实我当时 公众号最好的时候 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吧 我公众号一五年 可能就 就大概能挣个 三四十万的样子 当时我还有别的工作 对吧 我还有自己的公司 还挣好多钱 我那会真是 真是花钱入流水 到一八年我就想通了 我说如果公众号一年 也能挣个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的话 那其实我也没有必要 非得去上班 只不过好像放弃了一个身份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你在行业中间干了二十年 而且你有一些名气 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是因为写文章 或者说写技术文章 或者说你是技术圈的 一个什么人 而出名的 其实实际上 并不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微博粉丝 六十万里头 可能有一半 是觉得我扯政治 对吧 骂政府这种东西 有一半是技术 有一半可能是觉得 我写的某些鸡汤比较好 然后我的微信公众号 其实主要是鸡汤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18年 我的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我想 我想过一个更自由的生活 但是我以前的想象 都是这个更自由的生活 就是自由自在 完全自由自在 也没有什么上下班 这种自由生活 可能得到 我很有钱以后才行 但是我实际上 我突然发现 就是实际上 我如果想过一个自由自在生活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只是 从微信公众号的收入 我已经足以 不去上班 去维生了 所以呢 在18年 这次的 就是郁闷过了以后 或者叫做抑郁过了以后 我就开始 什么工作都不干了 就是什么做班都不做了 然后甚至我一度想中断 我的这个技术顾问 但是因为客户的公司 他们还离不开我 所以我们就有一搭 无一搭的 还签了好几年合同 到现在还有合同在 但是我也把我的工作量 降到最低了 尽量就是只有他们 完全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才去帮他们 那么在18年以后 其实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就很像这个 我这本书的标题 其实就是这本书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就这本书 这个焦距还得帮我到脸打 要不然它就变成背景 它就失焦了 松弛感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想 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生活 就是我要的是一个 比方说我发大财了 我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然后我有几百个亿 几千个亿的生活 然后但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老板 他是没法移民的 对吧 但是我还想移民 而且其实你要真的 想把这些钱都弄到海外去 很难的 所以他们可能 我这么说 听着好像有点奇怪 对吧 或者好像有点 好像有点 怎么说呢 好像有点 就是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但是我总觉得 他们有个金色料炕 他们的无数的财富 是个金色料炕 他们不可能把这些财富的 主体扔掉 然后去过一个 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而且我可能觉得 我的能力 或者说我的运气 也没那么好 我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我能不能过一个 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其实从18年以后 我一直在想一个 我想要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 这也造成了 我在疫情前 离开了上海 回到了天津 就是我当然很喜欢 上海的世荣世贸 但是我在上海 如果没有一个工作单位 必须要我 location在上海的话 那上海 我当时一个月的房租 有7800 还是挺大压力的 对吧 还是挺大压力的 这笔钱一年就 就八九万 够买一辆 便宜的国产车了 对吧 都 那么 还有呢 就是 就是我到底要什么 对吧 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要的东西也并不复杂 就是比方说 比方说我 我夏天只穿两种衣服 一种就是这种短袖衬衫 一种就是T恤 我冬天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的 就是比方里头穿个 短袖衬衫 然后外头再穿个防寒服 或者是加一件毛衣 或者是T恤 加一件毛衣 加一个防寒服 那我平时吃的东西呢 特别贵的 我也不怎么吃 就是我 但是我也不会吃 特别便宜的 对吧 就是我发现 其实想满足我的物质生活 也没有那么难 当然我理想中的物质生活 如果是在中国 那可能是在上海 上海有无数的饭馆 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也有很多的 这种 这种我爱吃的东西 那糖菇并没有那么好 对吧 但是我回到糖菇了以后 也没有说 我就活不下去 那么 另一个点呢 就是说 就是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在思考的是说 或者换句话说 我已经在过退休生活了 因为我没有那么大压力 我不想去想说 我怎么一年挣个一千万 对吧 比如如果今年 在所有的自媒体 比如说公众号 油管以内 举个例子 挣了几十万 然后呢 外头再挣个几十万 或者一百万 就很好了 就是 我当然想挣更多的钱 但是我不会希望说 挣更多的钱 这件事把我弄得太辛苦 所以其实一般年以后 我不在行业中间工作了 就是我就纯粹的做自媒体 和做一些自己的小APP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没有团队邀约我 或者我的朋友说 能不能去他们那里工作 我都全部拒绝掉了 连谈都不谈offer 就拒绝掉了 包括我可能做过一期视频 有一个老外发了个邮件过来 问我能不能跟他们远程写程序 我也拒绝掉了 就是 这些工作可能 也许都还不错 但是我好像已经觉得 除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自由自在的工作以外 没有任何事能吸引我了 因为 即使是我这种非常自由自在 非常懒散 比方我上个月 基本上没怎么写文章 没怎么工作 我也活得下去 我的收入也还可以 就是我 我依靠一些之前积累出来的 比方说公众号的粉丝 油管的粉丝 或者是我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包括我的一些网站 等等等等 反正我总之是活得下去的 所以我就慢慢的进入到了一种 非常舒适的状态 当然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因为就是说你一旦进入到了 完全自由自在的状态以后 你的自我管理就变得非常麻烦 那在我不抑郁的时候 我的自我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每天到了八点半一定会起床 我的闹钟定的是八点四十 就是八点四十一定会起床 然后起来就喝咖啡 然后就开始坐在电脑前面 就开始定今天的工作计划 要看几本书 或者要写多少文章 要做什么样的视频 做提杠 写什么样的代码 非常高效 但是可能遇到了抑郁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出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吧 我一直还是在思考 就是说我怎么去利用这个时代 给我带来的机会 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说 我可以在互联网上挣到钱 我说的并不是卖货 就是我就是靠写文章做视频 写些APP 把这APP扔到App Store上去 就是这些索索索碎的东西 我就可以挣到 足够我吃喝玩乐的钱 对吧 这是我认为这个时代 给我的礼物 所以这个时代也给了我一个机会 去有松弛感 我不需要去做伴 我不需要去 对任何的老板 去被公屈膝也好 或者说我去迎合他那些 我不看好的 或者说我不赞同的东西 也罢 然后我也不用去 屈服于任何一种考勤制度 对吧 不管你是浮动上班制 还是固定上班制 所以我 我这些年其实确实在想一个 就是 怎么得到一种松弛感 所以最后出版社定了这个名字以后 我就欣然接受 当然这个封面也是出版社设计的 那最后呢 这本书里头就基本上收录了我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 我觉得肯定不是只有我能得到一种松弛感 因为当我说的松弛感并不是躺平 并不是说你要放弃努力 你要过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生活 其实我过的并不清贫 我过的还蛮奢侈的 我过的就是比方说我 我最近懒得做饭对吧 我点外卖 还是点的蛮贵的 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你一个人就吃这么多钱吗 但是 但是就是其实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老婆就说过 就是好像 我们有时候点个外卖 比别人出去吃一顿还要贵 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就是我 我并没有说 好像让我自己过得非常的痛苦 或者是 因为我觉得我追求的目标也是这个 我追求的是一个 在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下 过得很舒服 然后呢 也很积极的这么一个生活 所以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2016年写的很多文章的一个主旨 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主旨 那么 我简单的说吧 就是可能我认为 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头提出一些解药 怎么获得一种 积极向上 但是又松弛的一种状态 第一个呢 跟第一本书的主旨还是一样的 就是怎么提高效率 对吧 怎么去自我学习 怎么去成长 比方说 可能最近两三年 很多人可能都觉得 Tiny4好像 没有什么技术上的一些想法 也没有提出过一些新的 写过一些新的技术文章 但是 最近ChatGBT来了 我感兴趣的技术来了以后 真的有人 在我的这个推特上留言说 说Tiny4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不像是一个快到五十岁的这个这个这个中年人 而是像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为什么好像你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障碍 你就像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一样 你你非常的 open的去去接受新的东西 对吧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在我看来 只要我们不死 只要我们不老年痴呆 我们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就应该永远都有机会去学习新的东西 无非是有的东西 可能我并不想学而已 只要我想学的东西 我都应该有能力去把它学好 这个我觉得是 这本书我想提供的第一个解药 就是我那篇老文章 如何用一年的时间 去获得十年的经验 这篇老文章 这篇老文章我认为 到了今天 它仍旧没有过时 它仍旧是 仍旧是有价值的 就这篇文章 书目里的这篇文章 那么 另一个点我认为呢 就是要忽略互联网泥沙巨下的噪音 这个是在我的另一篇文章叫 不是信息过剩 而是你沉迷在噪音里 其实我在推特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噪音 比方最近就有一堆人在互相吵来吵去 我可能偶尔会留一两条眼 但基本上我觉得我是在推特也好 在Facebook也好 我更focus在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在乎的东西 这个世界怎么样 so what 关我毛事 关我屌事 对吧 就是我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能学到新的东西 我能找到新的方向 我有新的成果 这对我来算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很多人 很多时候我们 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信息过剩 而是因为你关注了太多无聊的东西 我最近这两年其实也在反思 也在反思 也在更进一步去 希望能提高效率 就是说 比方说我有 我有第一个感悟 就是说你可能要去忽略所有的噪音 对吧 今天可能听到姓张的和姓王的打起来了 对吧 或者姓王的又被谁举报了 听得很热闹 但实际上跟你有关系嘛 对吧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很热闹 如果你把精力都放在看这些热闹的话 那你可能一天也没啥时间干正事了 但实际上你可以完全不用管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 比方说有的时候 比方说举个例子吧 像俄乌战争 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都很关注 当然我还是很关注 但是我要不要每天去把俄乌战争的每条新闻都看了呢 可能可能有个非常简单的衡量标准 就是你看了很多新闻 你看了很多东西 他最后对你的生活发生改变了吗 对吧 他你好像确实知道了天下的很多东西 但是他能不能内化成你的一种知识 或者你的一种信息 对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炒股 那么你去看战争的信息可能很重要的 如果能帮助你选对股票 让你发财 那么这个就是信息 这个并不是你无聊的去看了一个什么战争的东西 但是你已经知道了这件大概的事情以后 你去关注了很多细节 这些细节也不能让你 写篇文章或者做一个视频 对吧 也许可以让你在某些饭局上 侃侃而谈 让大家觉得你好像能 是个能侃的人 那也行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一些 好像对我们无意的东西 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也许你关注多了 你会发现 这东西我关注也好 我不关注也好 我该吃饭吃饭 该上学上学 该挣钱挣钱 该不挣钱还是不挣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 就是说我们如果希望自己过得更舒服 而且持续有成长 可能需要去把这些东西给躲过去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会认为说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自己虽然写了很多文章 写了很多鸡汤 但是我自己也会抑郁 我有时候会抑郁一个多月 对吧 就是像上一个月 什么都不干 但是我可以用来 用来给我自己开解的 开解或者说叫辩解的事 其实我我写的很多东西 包括15年 我写公众号写的最勤的时候 其实我写这些东西 也不代表我当时状态非常好 只是代表我在思考 这些思考有的时候 可能是为了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有的人可能会想 谭尼富是不是一天到晚写鸡汤 为了忽悠张三 为了忽悠李四 其实我在整个互联网上 待了20多年 你可以搜到我可能 你要认真搜的话 也许能搜到我2002年01年写的文章 我觉得我是有一个reputation的 虽然有人可能瞧不起我 或者有的人瞧得起我 但是好像你可能找不到 有谁具体是被我忽悠了的 反而你可能在网上会发现 很多人说 Tenny富当年说iOS很好 我就买了一台Mac 后来我就成了一个iOS的程序 我挣到钱了 这样的文章和推特 其实比比皆是 微博上当年也曾经有很多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对我来说 包括我写的所有公众号的文章 包括我写的 做的油管的视频 包括这本书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自己 我在为自己而思考 我想的所有问题 都是为自己思考的 我并不是好像 先天的悲天悯人 好像我是一个 什么很牛逼的人 我给大众指引方向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但是我很多时候会去自己思考 怎么去解决自己的困境 那么当我解决以后 我会觉得说 既然费了这么大劲 做了这么多想法 我能不能把它写成一篇文章 当我的这些文章 在公众号上一年赚了三十万 这是一五年的时候 一年赚了三十万的广告费 打赏各种乱七八糟的 这个时候出版社的朋友 找到我说 说Tiny你要不要出一本书 我说出一本书太辛苦了 你要让我按照一个主题 写一个比方十万字的书 可能会类似 他说你不需要写 你把你的内容授权给我 就是公众号所有内容授权给我 我们来给你出这本书 我们来整理你的文字 后来我们就看了一下 我公众号当时已经写了十八万字 最后那本书出了 可能有个十一万还是十二万 我也忘了 具体字数 这本书可能也有个十几万字 这些都不是按照一本书去写的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大概能挣多少钱 我们当时就定好了 印数和版税 按照印数和版税 我大概能挣到六万块钱 当然这本书后续的电子 电子版的收入就另算 一年可能会有几千块钱 有时候可能会有上万块钱 总之就是 大概几万块钱 我当时就说 有必要出吗 因为我 我当时一个月也能挣个五六万 就是我上班的话 或者我创业的时候 轻轻松松一个月挣五六万 但是出版社说的很好 就出版社的朋友说的很好 他说你看 你什么也不用干 基本上 就是我们 把你的文章 编辑完了以后 你看看有没有改错的地方 对吧 因为出版的要求比较高 你比方说 我文章中会用一些英文 他们要去把这英文翻成中文 还有他们要把我的错字改掉 我在公众号上有很多错字 但是你出成一本书 错字率太高了 就是不行的 这些事都有编辑帮我干 不需要我来干 我只需要等到他们整个书稿 做完了 我去看 是否满意就OK了 其实就等于我 什么也不能干 挣六万块钱 我说那当然是可以做的 但是我还是回到那句话 就是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open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做的每件事情 都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我不介意说 如果我想通了 怎么去学习 怎么去自学 怎么去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 或者是工作问题 我不介意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别人 这个我觉得是我open的地方 所有的电话 我一会打回去 我今天的话题也差不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踊跃的 有兴趣看指数的 因为我的电子版 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踊跃的去看我的 去购买我的指数 我会把当当和京东的购买链接 放在下面 放在这个评论区和这个描述区 我也会把我的微信公众号 叫tiny4voice 和我的推特号 叫tiny4 我都放在下面 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的微信公众号可能会有广告 但是也会有真诚的文章 你把广告掠过去就好了 我的推特上倒是没有广告 但是我的推特马上可能会有订阅内容 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去看看这本书 这本书 当然其实每篇文章公众号都有 但是你如果去翻我的公众号历史 去把那些文章都看到 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这本书实际上是出版社 精心的根据这个题目和这个选题 去做了删减的 所以这本书还是有很多价值 虽然有一些老读者说拿到了 拿到这本 因为他也买过第一版 他说怎么有很多重复的 我告诉他 我说这是第二版 其实只是改了个名字 但其实是第二版 这个我在我的公众号上也写了 我的blog也写了 那么确实有重复 但是确实也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是看大家的阅读习惯了 如果你觉得好像 就是不喜欢看书 就是想等待他的 这个电子版的话 那我上一本书 实际上后来也上了 微信读书和 基本上国内所有的这个 电子平台都会有 所以有兴趣也可以去看 那本书叫技巧 你可以搜技巧好培详也能搜到 那么这本书可能估计 估计得半年以后 才会上电子平台吧 好吧 行 谢谢大家 如果 如果你们看了这本书 喜欢或者不喜欢 你们可以到豆瓣上去 给我留一个评论 或者是打个星什么的 也无所谓 就是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哎 看这本书很烂 打一个三星两星一星 我也不会在乎 但如果你 你很喜欢 你打个五星 那我也很高兴 好 谢谢大家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打赏我的内容 以及转发 给你的朋友去看 谢谢大家 再见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